富孩子和穷孩子 四 单独留在王子司室的汤姆坎蒂 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 他在大镜子前扭来扭去 欣赏自己的华贵 又后退几步 模仿王子那高贵的气度 同时注意着镜子里的效果 然后他抽出那把漂亮的剑 鞠了一弓 稳了稳剑刃 将它横放在胸前 这是他从一位高贵的爵士那儿学来的 五六个星期以前 那爵士押送洛福克和索雷 两个大贵族去伦敦塔囚禁时 就是这样像那里的副官行李的 汤姆还玩弄着悬在大腿旁的 镶着宝石的短刀 他打量着室内昂贵而又奇特的装饰 在每一张豪华的椅子上都坐一坐 想象着要是垃圾大院的那一群玩伴 能偷看一眼他现在的辉煌 那他会是多么得意啊 他怀疑回家后 向他们讲这件奇妙的事实 他们会不会相信 也许他们会摇头 说他那过度的想象 终于颠倒了他的理智 半个小时过去了 他突然想到王子出去很久了 他马上觉得孤独起来 很快他就倾听并且盼望 不再玩弄周围的好东西了 他见感不安 接着烦闷 苦恼起来 要是有人进来 看到他穿着王子的衣服 而王子又不在场解释 可怎么办 他们不会先立即将他调死 再来调查这件案子吧 他曾听说 大人物处理小事情是干脆利索的 他越来越害怕 哆嗦着打开通往前世的门 决心跑出去找王子 从他那儿得到保护和宽心 六个衣着华丽的浴室 和两个穿得像蝴蝶式的高等侍童 一下子站起来 向他深深地鞠躬 他连忙退了回来 关上门 他说 啊 他们在嘲笑我 他们会去报告的 啊 我为什么要到这儿来送命 他在地板上走来走去 内心充满莫名的恐惧 他倾听着 每一个细小的声音都会吓他一跳 突然门开了 一个穿绸衣的石童说 简格雷公主驾到 门关上了 一位衣着华丽 十分可爱的年轻姑娘 步履轻快地向他走来 但他突然停住了 声音焦虑地说 啊 殿下 您不舒服吗 汤姆差一点没了气 但他勉强结结巴巴地说 啊 请您开恩 我实在不是殿下 只是城里垃圾大院 可怜的汤姆坎蒂 请让我见到王子 他会宽容地 把我的破衣服还给我 还会保护我 啊 请您开恩 救救我 此刻这孩子 已是双膝跪在地上 除了冻嘴之外 还用双眼和举起的手来恳求 那年轻姑娘像是吓坏了 他叫道 包 殿下 您怎么跪下了 接着他恐惧地逃走了 汤姆绝望地瘫倒 痴痴地说 没办法了 没希望了 他们要来抓我了 他倒在那里 吓得麻木不堪时 可怕的流言 像潮水一般席卷王宫 像往常一样 耳语在奴仆之间 亭臣和贵妇之间传播 顺着所有的长廊传去 从这层楼传到那层楼 从这个厅房 传到那个厅房 王子疯了 王子疯了 很快每个厅房 每个大理石大厅 都聚集着珠光宝气的大臣和贵妇 还有其他衣着华丽的次要人物 都在热切地敲声私语 人人脸上带着惊慌的神色 不久 一位华丽的官员 大步走过人群 庄严地宣布 国王有指 不得听此荒诞无稽之谣言 亦不得议论 或向外张扬 为者处死 卫者处死 亲此 窃窃私语一下子停止了 好像私语者一下子成了哑巴 不久 沿着走廊传来一阵嗡嗡声 王子 瞧 王子来了 可怜的汤姆漫步走过深深鞠躬的人群 想要鞠躬打理又做不出来 一双黄霍 可怜的眼睛 只是正正地望着奇异的四周 大臣们走在他两侧 让他靠着他们 好走得稳一些 他后面跟着御医和几个仆人 不久 汤姆发觉自己来到宫内 一个豪华的房间 听见门在身后关上了 他身边站着随他来的人 他前面不远处 协议着一个身材高大 十分肥胖的人物 面孔宽大多肉 表情严峻 他的大头是灰色的 只在脸四周 留着像筐子似的落腮胡子 胡子也是灰色的 他的衣服是上好的料子做的 但已旧了 有些地方略有磨损 他的腿发肿 一条下面垫着个枕头 包着纱布 室内一片沉静 除了这个人的头以外 所有的头都恭恭敬敬地低着 这个表情严峻的病人 就是那位人人畏惧的亨利八世 他开口说话时 他的表情便温和了 我的爱德华王子 你现在好吗 你是故意和我开玩笑 哄我上当 让我难受吗 我是你的父王啊 那么疼爱你 铁贴你呢 可怜的汤姆头昏眼花 挣扎着听他开头的话 可是听到你的父王这几个字时 他的脸白了 仿佛挨了一枪似的 立即跪倒在地 他举起双手叫道 您是国王陛下 那我确实完了 他这话似乎使国王争住了 他的眼睛毫无目的地 望着一张张的面孔 然后停下来 茫然地望着眼前的孩子 最后他以身为失望的口气说 哎 我原以为谣言背离事实 看来并非如此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 用温和的语气说 到父亲面前来 孩子 你生病了 汤姆被扶起来 走进英王陛下 他深感卑微 颤抖不已 国王双手捧住那吓坏了的脸 关切爱抚地凝视了片刻 似乎想看到一点可喜的迹象 说明他恢复了理智 接着又把他有拳发的头 按在自己胸前 轻轻地拍着 接着他说 孩子 你认识父亲吗 不要伤我这老人的心吧 说你认识我 你确实认识我 不是吗 是的 您是万民敬畏 上帝保佑的国王陛下 对 对 很好 定下心来 不要这样颤抖 这里没有人会伤害你 这里的人都爱你 你现在好些了 你那噩梦过去了 是不是 现在你知道自己是谁了 是不是 他们说你刚才把自己的名字搞错了 不会再搞错了吧 静禀吴皇陛下 请您相信我 我刚才确实说的实话 我是您子民中最下贱的 生来是个乞丐 我到这儿来完全是意外和偶然造成的 所以这事不能怪我 我年纪还太小 不该现在就死 只要您一句话 就可以救我 啊 请您说吧 陛下 死 不要这么说 我的宝贝王子 好了 好了 不要烦恼了 不会让你死的 汤姆跪倒在地 欢呼起来 啊 陛下 上帝会报答您的人词 赐服您的国家 使您万寿无疆 说完他一跃而起 满脸喜色地 向后在旁边的两位大臣喊道 你们听见了 不会让我死的 这可是皇上的金口预言 大家除了毕恭毕敬的鞠躬之外 庞无动作 也没人讲话 他有些惶惑 留意一下之后 胆怯地向国王转过身去说 我可以走了吗 走 当然可以 如果你想那样 但为什么不再留片刻呢 你要到哪儿去 汤姆垂下眼睛 谦卑地答道 我恐怕搞错了 但我真以为我自由了 所以我想回到我那狗卧室的家去 我是在那儿出生 应该生来受苦的 可是那儿有我母亲和两个姐姐 所以还是我的家 这里的富贵荣华我很不习惯 啊 陛下 让我走吧 国王沉思片刻 表情显得越来越忧虑不安 随后他又带着几分希望地说 也许他只是在这个方面有问题 在其他方面还是神智健全的 上帝保佑如此 我们试试吧 于是他用拉丁语问了汤姆一个问题 汤姆用别角的拉丁语做了回答 国王高兴了 并显露了出来 大臣和御医都面带喜色 国王说 按他的教育和能力 这是远远不够的 但说明他的脑子只是受了些损伤 并不是致命之创 你说呢 御医 被问的御医身居一躬 答道 陛下 您的看法与微臣不谋而合 这番鼓舞来自可靠的权威 国王因而很敢高兴 他情绪颇佳地继续说 现在大家注意 我们再是他一事 他又用法语问了汤姆一个问题 汤姆愣了一阵 因为有这么多眼睛望着他 身感窘迫 然后他胆怯地说 陛下 我对这种语言一无所知 国王向踏上一岛 仆从们连忙过去帮忙 可是他推开他们 说 不用 我这只是败血症的晕血 扶我靠起来 这就行了 过来 孩子 来 把你可怜的 难过地投靠在你父亲胸前 平静下来 你很快会好的 这只是暂时的神经错乱 不要怕 你很快就会好的 接着他向众人转过脸 温和的神情消失了 眼里闪出凶狠的亮光 他说 你们都听着 我的儿子是疯了 但这是不会长久的 这是由于过度学习 和管束太炎的缘故 抛开他的书本和老师 你们务必办到 用游戏让他快乐 想好办法给他解闷 让他恢复健康 他将身子抬得更高些 奇教地说下去 他是疯了 但他是我的儿子 是英国王位继承人 不管他疯不疯 反正他要登基 你们再听着 并要宣布 谁把他有病的事说出去 就是破坏国家的安全与秩序 就要上脚架 让我喝点水 我烧得慌 这件事耗费了我的心力 好 把杯子拿走 扶着我 好 就这样 他疯了 是不是 即使他再疯一千倍 他还是威尔士王子 我 国王 确认这一点 明天 我就要按照古理 让他正式救太子位 赫特福德伯爵 立刻传旨下去 一位贵族在御榻前跪下说 陛下知道 英国世袭大长理官 已被耻夺公权 关在塔里 似乎不该叫一个 被耻夺了公权的 好了 不要拿他那可曾的名字 玷污我的耳朵 这个人会永远活下去吗 我的意志 难道不能执行吗 难道因为缺少一个 没犯叛国罪的长理官 给他上尊号 太子便不能就位吗 不 岂有此理 告诉我的议会 明天日出之前 定要判诺福克死刑 不然他们都要受到严厉处罚 赫特福德伯爵说 国王的意志就是法律 说完 他站起身 回到原来的位置 老国王脸上的怒气见消 他说 闻我吧 王儿 阿 你怕什么 我不是你慈爱的父亲吗 伟大仁慈的陛下 您对我太好了 我深知自己不配 可是 可是 想到那个要死的人 我很难受 我 阿 这是你 这是你 我知道你的心还是那样 虽说你的脑子受了损伤 你的心还是那么温善 可是这位公爵 对你的荣誉是有害的 我将另选一人取代他 这个人不会玷污他的职务 放心吧 我的王子 不要为这事 再使你可怜的脑子烦乱吧 可我不是加快了他的死吗 陛下 要不是因为我 他还可以活多久呢 别想他了 我的王子 他不值得你关心 再吻我一次 就去玩吧 你的病很使我难过呢 我倦了 要休息 跟你的赫特福德舅舅和仆人们去吧 等我好些再来 汤姆心情沉重地被引开了 他曾满心希望 他可以恢复自由 国王的最后一句话 使他这个希望彻底破灭了 他又一次听到嗡嗡的低语声 王子 王子来了 他从两边那些衣着华丽 功倍哈耀的亭臣中间走过 心情越来越沉重 因为他认识到自己却已成了一个俘虏 也许会永远被关在这金石的笼中 做一个孤灵无亲的王子 除非上帝开恩 让他自由 无论他在何处 总好像看见诺福克公爵 被砍掉的头和令人难忘的脸 他的眼睛责怪地盯着他 以前的梦想是多么令人快乐 可是现实却这么可怕 至少 作词